ope... 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源 聽到那個聲音的翻操啊 一個是水不行 一個是昨天水很薄的那個感覺 你昨天是水不行啊 你昨天是水不夠啊 ok 今天来到了本频道 本频道啊 从开频道到现在 史上第一次 真的是绝对是史上第一次的 淘宝开箱 平常我看人家淘宝开箱 我看的多 今天轮到我 谁的闹钟有关 开箱淘宝啦 有一种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圣诞节前一晚 妈妈会在袜子放牛油给我们 等到我感觉 你妈妈有帮袜子咧 有有 你没有了 你没有童年咧 我家里没有这种 我跟我妹妹都会有的 然后我从小我就相信有生到老人 我跟你们讲 我们的生活极度的不健康 你们知道这一箱装满的是什么东西吗 满满的这些螺丝粉 你看到吗各位 螺丝粉 这个螺丝粉叻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 它的味道很像大香的大便 可是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要支持这个牌子 对 我们其实已经放大财类很多了 我们已经吃过各式各样的牌子 然后 这个牌子 好欢螺 好欢螺 你们看得到吗 好欢螺 这个牌子是我们吃过目前以来 最好吃的 这个绝对不是业配 这是纯属我们两个人的真心推荐的 最好吃 最臭最好吃 脸水辣 可以 来 好听 来这一箱 这一箱我们刚才也是首扬去开了那一个箱子 哇有点重 其实这一批的淘宝叻 除了有我的东西之外 还有Cherry的东西 嘿嘿 这个是睡衣 这种可爱可爱心的睡衣 哇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啊 这是什么 想罢免 这是我的 又是你的 又是你的 可是我好像太大箭叻 不能穿不用请啊 你有男朋友吗 可以啦 哇很可爱 我现在烙看 来你继续开 等下我烙了下来 OK 在这一个场合 由我暂时组织 全部都是Cherry的东西 是 到底是 我的淘宝开箱 还是他的淘宝开箱 你的貓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偷看 我要是有看到那个照片 所以我就叫Cherry去买 这个土地太大箭了 我 你站起来我看一下 我觉得很奇怪这样 起来 不会啊 我看看好吗 你去远远啊 我觉得你穿会比较适合 你去远远 你去到 你去到Cherry好吗 很热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女生 可以开像这样多东西 这个是 这样子的三级啦 因为我觉得 好像有点太小见了 紧紧这样 卡那个搭板 哦 这个是我的MacBook的 cover 哈哈 哈哈 这个是我的 我的MacBook的 那个保护壳 哇 看起来很紧致的感觉 不错不错 有卖错 等下装上去的时候 尺寸不对 哈哈 哈哈 就是这样的 哦 各位 这个是 情趣睡衣 对 哈哈 我没有买这个 没有 这个是我买的 哈哈 哈哈 啊 今晚不睡觉 哈哈 What the fuck 你们看到这边写什么 看到吗 今晚不睡觉 这个睡衣就是讲穿了不用睡觉啦 今晚一定要睡我 太累了 来 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腿哦 哇 它关系很好 第一步 确定我会穿这样 我不懂 我不懂 你会会穿这样的 哇很可爱耶 我穿上太夜飞了 蛤 哈哈 蛤 哇 真的有两件的 是哦 买衣送衣的概念 哦 它意思是讲 我第二个女朋友可以穿 哈哈哈 你看它这个才是重点耶 它这个是什么 可以哦 这个 它这是永库吗 永库各位 OK各位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所有的包裹先拆到完它的包装 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直接show你们我们买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慢慢拆的话很拖接奏 然后整个影片也会怕太长 所以 所以我们买太多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买了60多个店家 所以整百多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先拆完所有包裹 然后等一下再给你们看我们拆完过后的战利品 Let's go 来 和大家顺便提一提 我这次使用的代孕公司是 东聘西臭代孕公司 为什么要选择东聘西臭代孕公司呢 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运一些敏感货 比如说 包装品啊 液体啊 或者是一些 机器用品 或者是一些 食物 这里都是属于敏感货 就是 如果你淘宝普通的运的话是不能够运的 要使用代孕公司 它才能够帮我们运这些敏感货啦 而且 他们的运输时效 超级快 那么他们在微信里面就有自己的应用程序 我们不需要透过App Store 或者是Air Store 去下载他们的APP 你们只需要透过微信 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直接进到他们的应用程序 而且还可以获得 18%的折扣 好啦 首先进入主页过后 点击这个仓库地址 然后点击一键复制仓库地址的讯息 之后咧 我们就可以打开淘宝 到那个收货地址添加 它就会自动添加我们所有的那个邮寄 邮寄资料 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任性的购物啦 OK 第二个步骤 我们在淘宝查看物流 登闭那个快递单号 然后我们到东拼西兽的小程序里面 那边会有一个添加国内快递单号 从那边我们PACE下去 为了方便自己追踪 你就可以写上你的那个 那个单号是什么物件啊 是什么物品 这样子你就可以方便自己 呃 清除你那个包裹是什么东西啦 OK 第三个步骤 添加完过后 你的物品就会记录在未入仓 国内单号这一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等那个包裹送到那个仓库 OK 第四个步骤 如果你的物件被送到他们的仓库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已入库国内单号这一边 看到你的那些已经入库了的一些 你的包裹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查到 你还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包裹的照片 如果东西到完了的话 你要寄回来 你只需在这里点击全选 然后提交那个订单 提交订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拆包 拆包的意思就讲他们帮你拆掉一些没有用的盒子啊 重新帮你整理啊 超级方便 而且最重点的是 你可以节省重量 然后你就可以 节省一些运费啦 然后下一个步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填写那个收货地址 也就是我们自己要收货的那个地址那些资料那些 填写过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运输路线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敏感货的话 我们就可以自行选择一些敏感的海运或者是空运之类的 好像我这一次就有一些敏感货 所以我选择了敏感的那个category 然后我是选择空运 因为我需要它快一点送到 然后空运的话 它那边是有写着5到7个工作日 我们就会收到我们的包裹啦 真的是超级超级快 OK 之后我们就等仓库帮你打包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照片啊 那个包裹的照片和称重图 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细心 也非常的专业 这一点他们就是做到 让我们这些消费者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裹的照片 让我们有一个安心这样子 OK 来到第六个step 也就是最后一个step啦 也就是付款方式 我们可以选择 马币的online banking 支付或者是淘宝支付都是可以的 而且也可以寄去其他的国家 最后最后你们一定要记得 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获得10%的折扣 对了 之后如果你们要再次使用小程序的话 你们就不需要再扫描什么二维码啦 你们只需要进到微信的首页 然后往下拉 你们就会看到那个东拼西抽的那个小程序显示在上面啦 好啦 祝大家淘宝购物愉快 耶 啊 啊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轮 我们那个果吉拉大战进攻之后 我们终于把所有的包裹都拆完了 我跟你们在这边发誓 这一个淘宝开箱只会拍一次 因为真的太太太太太太美了 以后这种这样重大的任务咧 我们就交给Cherry来完成了 耶 OK 各位 我现在坐着的这个桌垫 就是Cherry买来摊到剪片的时候用的 这个桌垫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舒服啊 然后来送一个小枕头 小枕头 小枕头 多多久我也忘记了 然后它的这个枕头其实蛮厚的 所以就是 躺下去的时候很舒服 嘿嘿 剪片的时候可以用吗 给那个小枕头给咪咪 然后我淘的这件衣服 对 它身上穿的这件就是它在淘宝买 它其实还有买很多件衣服啦 所以也不能够每一件都穿给大家看 就是买有什么衣服 这个 都是这种背心这样子 在家穿很修仙这样子 它这一次主要买比较多都是这种背心的 那个 跟你们不想 耶 很好看耶 穿上去 OK 哇 然后 很美 这个就是我送给阿旺的 因为阿旺他很喜欢鞋子 他很喜欢 Adidas 很喜欢AJ 所以我就买一个AJ的十种送给他 除此之外 我还有送来这个 就是一个摆设品 哎呦 这个我先不要开先 因为送他的礼物就给他自己去开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个PlayStation的那种白色 然后它其实是会亮灯的 然后我还有买这些二环 然后还有这个手链 还有我身上带着的这一条 这叫龙骨 碰什么龙骨链之类的 OK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发裤 嘿嘿 嘿 很漂亮的发裤 来 你去换这个毛龙衣 OK 我去换这一件 很多人穿的 蛮火红的套装 这一件 是Cherry原本的 然后他买太大件了 所以就变成了我的衣服 Let's给大家看一下 各位你们看 我都不懂 他这么这边翘翘这样的 你看 这边翘翘了 他的血像 所以这件就是Cherry 买错size 然后变成了我的衣服 OK 各位 我买的衣全部在这边 这些才是我买的衣服 这个是T恤来的 然后它是有一个樱花 它这个樱花就是像这个太阳花这样 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买了两个不一样的款式 然后这些就是 比较潮流设计的T恤这样子 它后面是空的 前面这个图案我觉得蛮SWACK的 蛮潮流的 搭配我这一条链的话 OK Next 这个也是这样子罢了 这样子的设计 然后它后面是空的 可是还有一点 可是我觉得它的 Quality好像不是很好 然后它的这个Printing也是 不是很好 因为我最近 有出自己的品牌嘛 所以我对它这个Printing 有一点点了解 不是讲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这个Printing的Quality是不好 来 Next This is my shirt also 哇 它这个Quality 刚才我上一届跟你们讲的那个不好 是一样的Printing 所以 有点失望啦 OK 来到了 最后两件 我买的衣 其实很少的 你还会呀 OK 这个是长袖衣 这件设计蛮好看的 只是它的布料 还是一样有点软 有点薄 来 这就是Cherry的毛浓衣 毛浓衣 长这样 哇 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啊 好看 这个 它的它的管理是有一点毛毛这样 对 可是我不懂吸咬过后它的感觉会真的 是这样子的 对 它很 很显身材哦 然后我就是特地买了这个发裤 你给我一个位子 OKOK我走开 OK 这个骗你主持好不好 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个发裤 配我这个 衣服 也是这样 好啦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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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习惯穿这样 这一间 也是我买的T恤 这样子 它只是前面这样子的设计 后面一样是全空 全空 OK 所以我买的T恤也就是该你们所看到的那些 不读 OK 来到了今天这个开箱的重头戏 接下来 要开的东西 我觉得我 不要开啦 我觉得我给你们看那个包装的照片就好了 嘿 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这个东西叻 我是真的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拍影片啊 我是绝对不会去买的 好不好 请相信我 真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请去玩具 这是第一样 OK 然后这个 这个应该是买那个东西 它附送的一个设计的东西来的 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 都是一些睡衣 都是一些雷丝 雷丝片的睡衣 OK 因为里面 里面吵里面有睡衣穿嘛 所以 OK啦 其他东西我觉得是不要看啦 真的不要看 蛤 你们要看咩 真的咩 真的要看咩 我买到三个 什么啦 我没有看到 OK 我觉得不要看啦 等一下这个影片中 不要 什么来这个 我也不懂这是什么来的 这个算了啦 这个 这个是它松的 应该是那种眼睛这样的 好像那个闪电虾这样 OK 所以你还有什么 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来 买了这些美美的花皮 OK这些是Cherry拍广告的 拍页配的时候 的摆设 然后我有时候拍页配也是可以用 然后我还买了鞋子 我第一次在淘宝买鞋子 然后很幸运的是 它没有踩雷 我没有踩雷 只是它有点劣质啊 可是 还是漂亮的 拍照哦 拍照用哦 看它的 质量其实OK啦 它的版型是美的 就纯白哦 它还有买一件裙 然后这边是一个月亮的 那个裙也什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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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go 然后 对哟 剩下的就是这些 睡衣 OK 我们买的东西 应该就是这样子罢了吧 应该吧 这样你要找出今天的MVP 今天的MVP啊 Cherry今天的MVP 是他该秀你们看的那个 毛农群 然后我的MVP啊 我要想一下诶 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买淘宝 OK 就是这个小圈子 我觉得它的 它的那个size 是跟我刚刚好 然后它也很显身材 然后它特别的地方在这边 它就是这边是透明的 只是还有一点小瑕疵 它的月亮各不美 然后我是蛮喜欢这一件的 很显身材 然后它的长短度也干 YES OK各位 我在淘宝 那天我在刷淘宝的时候 偶遇中刷刷一下 我刷到了 我的梦想 所以如果要挑选MVP的话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我的MVP 为什么呢 因为我整个淘宝的过程 我最期待收到的就是这一批东西 这一批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 魔术道具 OK 其实我相信有95%的观众 都不知道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魔术师 我以前是有上台表演过 然后 以前是有跑一些 舞台表演 然后也有跑一些 就是 八地的表演 所以简单来讲 我以前是一个 业余魔术师 然后之后 我接触了YouTube过后 因为我也喜欢拍影片 然后就拍影片 然后之后 就一直拍拍拍拍到现在 就变成一名YouTuber 所以我也很久很久 没有接触魔术 然后那天我刷淘宝的时候 刷刷一下 刷刷到了 我的梦想 我的童年 所以我买了很多 这些魔术道具 希望你是怎么可以变得到东西啊 如果我之后有 之后 之后 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拍一个影片 给大家看看 我变魔术 不要玩玩 有少变有 喂 谁讲没有 OK 我也是要讲 之后 之后有机会 我会表演给大家看 拍一个影片 表演给大家看 OK 不要玩玩哦 我的魔术水准 不是玩玩 哈哈哈 各位你们看看 这就是淘宝开箱 很累的一个结局啊 整个房间好像战场这样 所以 话不多说啦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这个是本频道的首次淘宝开箱 耶 耶 要跟主罗斯粉来庆祝 主罗斯粉庆祝 我又饿又累 OK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 我们要去收拾这个战场了 拜拜 我们下集 祝大家新年快乐